行政院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急难纾困大简化流程 花莲施工所原本因为没有收到公文 7号早上是暂停受理 不过在上午10点10分收到公文之后 内部讨论确认申请流程就马上恢复办理了 即日起到施工所或者是全市的17个里办公室都可以申请 行政院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急难纾困大简化流程 花莲施工所原本没有收到公文要暂停受理 市长魏佳仙表示原本是因为简化后的申办流程不明 不希望让民众周车劳顿奔波 7号上午10点10分收到卫福部公文 确认过简化流程之后 经过内部教育训练并且立即开始受理 昨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行政院在开了相关的一个 纾困方案扩大认定的一个记者会 那在记者会的部分里面 他有讲到一些扩大标准的一个方案的部分 其实当时候我们相政公所都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扩大 然后宽限的程度宽松的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只有记者会这样子的一个声明的部分 那相政公所并没有收到相关的公文 所以我们在等到晚上的时候 相关县府的客长也到了办公室 我们就有讨论相关的事业 那经过我们自己认定希望不要造成民众再度周车劳顿 所以我们先暂停相关的受理 如果受理的状况不是像中央机关所提到的宽松 那会造成民众的不便 所以我们今天才决定说原本是要到11号才开始受理的部分 那因为早上才收到相关的文件 收到文件之后 那我们开始给同仁做教育训练 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忙的乡亲民众 得到这批线困金 所以我们在极客的时候也重新开始启动受理的部分 那也请造成民众不便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担待 毕竟政策不断的在做相关的改变 造成基层公务人员非常非常辛苦 也无法没有一个标准来做一个认定 请大家多多见谅 欢迎是公所 由社劳客同众们也在现场说明 申请的作业流程和规定 市民们开始填写资料 同时也依依向承办人员询问自身的状况 资格是否相符合 施工所表示 截至此可以到施工所或是就近的室内17个礼办公处申请办理 以家户为单位 只要带身份证 填妥申请表 并且签下切结束 就可以申请 记得继续黄师伯导